中南部 景色好 吃好米 喝咖啡 看花海 咕啡味 這是根本 條例本身是針對生產生活生態的部分去做社區的一些改造或是營造部分 所以對於社區的生活的提升或是產業面的價值都有頂上的幫助 從字面上來思考的時候大家就會懷疑說為什麼農村要栽生 那農村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農村已經死了嘛 農村是沒救了 所以我們才需要一筆金貝來讓農村栽生 農載計畫如果是針對硬體空間 假設做了很好的馬路 自行車道 公園 那觀光客會來 在這裡開民宿 在這裡開餐廳 那年輕人回流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不覺得全台灣 三四千個社區都有這種條件去達到這個目標 對啊 就是如果我們是觀光客 我們要去哪裡 一定會選擇 但是我覺得農載計畫把這個 就是工部門 農委會把這個東西包裝得太美好了 就是因為硬體空間的改變讓年輕人回流 我覺得機率是小的 而且我覺得這不應該是農載計畫的願景 因為太虛幻了 他對社區的資源不一定是說硬體 然後有軟體 就是產業提升 或是一些行銷推廣的部分都會有 軟體 譬如說一些實施課程的配合 或是一些產業行銷活動的資源 硬體的部分 也是要符合現有的法令規照 可是像基本的 從我們培根課程開始的一些故宮購料 就是十萬元的故宮購料 或是到條例過後的五十萬元以下的故宮購料 都是硬體的部分 然後像一些社區的簡單原本化小公園 或是一些娛樂空間的改善 都是可以做的 並不是多蓋幾個公園 年輕人就會留下來 也並不是多蓋幾個公園 老人家就不需要去田裡工作 也不是多蓋幾個公園 這個農村就復興了 就再生了 我覺得農宅好像就像一個結婚蛋糕一樣 它可能有三層 很漂亮的那種結婚蛋糕 最上層用料力最好 這塊蛋糕是政府想要分著吃的嗎 中間這一層用料也實在 也不錯 這一層會不會是專業團隊想要分著吃的 最底下這一層 餅皮 也最大塊 是社區想要分著吃的 所以你說農村再生計劃 其實它就是 會化一個大餅而已 還用我社區裡面做社區營造 其實很困難 很困難 要做這個工作 我覺得 不是我們地方人民不會配合 建造一個社區也是想要徵住 徵住會看到錢而已 錢是對著社區 對著農村改善 還有一個未知事 我是第一個問號 可能很困難 我對於農載計劃的期待就是說 它可以改善農村的一些基礎建設 然後這些建設可以讓住在這裡的人生活更好 農村再生 不等於農業再生 不等於農民再生 因為政府要有時候要照顧農民的心情 你要從這裡 從新開始 如果社區真的做得好 基本上年輕人回流是時間上的問題 當然不可能說社區第一年做農村再生就有辦法 第一年就農村回 就青年房鄉 可是如果社區持續朝這個方向做的話 青年房鄉應該不是問題 首先我當然覺得這個是對農村的問題本身就看錯了 因為他基本上認為說農業已經是萎縮了 農業的生產這個本身 所以必須把農村的最後的資源 也就是他這裡一直強調的農村的總體資源 他覺得說那萎縮的農村 就必須要把它好像最後的資源就是把它光光 他本身就是對農村問題的誤判 就是說假設農村今天交臂萎縮 他加在這兩個原因 一個是生產 就是做農真的確實沒辦法維生 就是政府造成的 另外就是因為沒有維生的關係 所以沒有年輕人要在農村這樣 整個農村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在這個產業的問題 是你今天年輕人沒辦法留在農村裡面 有合理的報酬 有合理的收入 有工作 你今天老人家沒有辦法在田裡勞動之後獲得合理的報酬 你整個農業的產值你相對不公平 今天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讓今天農村沒有辦法說有一個健全的發展 其實我們應該要回歸農村的本質問題 其實農村是欠缺什麼嗎 還是農村需要什麼嗎 或者是農村應該怎麼樣 我覺得這種類似關於農村如何的價值觀 會有很多種的定義啊 如果以我本身自己而言 其實我們在南部的農村 將近十年時間我們是看到說 大家都說農村農業應該要怎麼樣 大家要想說農村需要年輕人回來 也有想說農村應該是要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其實忘了一件最根本的事情 就是說那住在這邊的農民 住在農村的老人 住在農村的小孩 住在農村的青壯年 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好 好 好 說 先 小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